這次是我們拘捕的 不好意思,這張是我們拘捕的 是三豪 死婆娘,你們是爹嗎?我知道是誰 你說來查案,到底你有什麼居心? 你還在爹地站了多久?走 什麼都聽不到 一定是有關要器,大家靜一靜 千萬別叫我被人擔心 幫忙,小朋友 你來吧 我單求某人好好愛他 等當中他走的感情 無需念掛 放過你才最後本靈 並可留下 你還記得 如快 走… 走 我沒有話要說, 走吧 阿東, 救命 我們可以保護你 但是你一定會答應我們 老老實實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訴我們 這是拒捕令 我們找到新證據 證實高亮先生和姚家儀的死有關 趁你跟我們回去 我要替當事人保釋 不行, 不可以保釋 這是謀殺案 你們剛才所說的 只是你們的推測根本就沒有實質證據 為什麼不可以保釋? 你好, 十萬元的數目 記得準時回來報道 我會提醒我當事人的 對, 謝謝 剛才不好意思 只是看著做事而已 那你明白就最好了 我看來這次遇到勁敵 欠我嗎 我呢 不說公事了, 你和Kate怎樣 不說公事了, 再見逆時朋友嘛 那想得開? 當然拿 女孩子就要哄的 你這樣將來認識別人也很快散 我也以一個男生的角度告訴你 你這麼囂張 你認識不到男生就隨時搞錯了 是嗎?誰說的? 我呢?我是男人嗎? 幸好你也不是我喝茶 聽說嗎? 不說了, 再見 你給高梁擔保? 辯方律師要求 而且我覺得風險不大 他有頭又是誰? 應該不會走了 另外, 我們已經有足夠證據 下檢查控告高梁謀殺 方世雄, 專打程序的 在處理上一定要小心 知道了 對了, 包少龍那件案子怎麼樣 包少龍就幫他老闆定爆 遲些要將文件發到陸政署 改控他防衛司法公證 今早他已經簽了簿 說很香 新到的阿Rabella? 來吧, 試試 可疑 當我鼓勵你, 這麼快就破案了 是這樣的嗎? 不夠嗎?還有 是這樣的 憶拳連任… 這次立會功能組別商界這一席位 對, 我很相信一定可以連任 因為我們中國人有句話 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總之如果我連任了, 我一定可以在商界 為香港謀福祉 好… 葉相先生, 你的競爭對手今天沒有出席 你有什麼看法呢? 剛才有人說他怕了我 我當然希望這個不是真的 不過他現在家裡有一件大件事 如果連他兒子的事也搞不定 那怎樣為我們香港謀福祉? 是嗎? 是… 老爺, 方老師來了 方祖, 為何突然這麼錯誤 何先生很關心你 看你不要出席做社大會 叫我們看看你 真不好意思 不過我兒子的事弄成這樣 我真的沒心機 明白, 我就跟你說了 世高山的事交給我們 你就不用擔心 不擔心不行 昨天那些警察才帶走一糧 他們還說有證據 他們找多一點證據 我們會見招拆招的 法庭上不是有證據就能坐進去 方莊, 你知道的 我們現在真的不能適受任何風險 放心, 就算他有百分百的證據 法庭打的是程序和灰色地帶 只要在檢判過程裡 讓他找到一點疑點 或者製造到疑點 我也可以把案子打散 把案子推翻 真的? 我方世雄最擅長就是這件事 全行都知道的 法官見到我, 倒腳軟 不過這件案子隨時打得上高等法院 就算判無罪, 都折磨你幾年了 那又不是沒辦法的 什麼辦法? 只要對方的重要證人 因為某些事件不能夠出庭 世高生危機就可以解除 是, 你就是… 我沒說過任何事 你也沒聽到任何事 我可以保證的是 結果一定如你所願 何先生對你期望很大 希望下次宣傳活動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缺席就行了 你應該要求婚禮 你了不起 劉先生, 你不舒服嗎? 要吃藥,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我甲狀腺有事 要長期頂時頂去吃藥 你放心, 這裡是安全屋 我們每天都會有兩位同事 能夠保護你 謝謝 劉先生 在這間屋裡有些規矩你需要知道 在這段時間 你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你在哪裡 亦不能跟任何人聯絡 肯定不方便 那也是為了你安全著上者 因為你是我們這宗案件的關鍵證人 那女士, 你們會否懷疑高良找人搞我 高少江其實也是一個正當商人 他兒子最多也是一個富二代 所以你之前這麼說, 我們也有點懷疑 但是你又真的被人跟著 你們的懷疑也不是沒道理的 不過我覺得不是他 那你覺得會是誰? 何俊恆 會不會? 人家是超級富豪 有名譽有地位, 為什麼要搞你? 可能因為之前我爆過他的習慣 他壞事 他說恨在心要報復 所以要趕盡殺絕 趕盡殺絕? 人家要搞你最多都是找律師告你 對, 不想為人跟著你 我怎麼知道他要這樣做? 所以他會玩大他, 我就陪他玩 我還有很多資料爆了 有資料就說吧 我收到資料 一人這次在立法會選舉裡貪污舞弊 但是這是ICAC範疇 沒問題, 麻煩你替我用ICAC 你說人家在搞你, 你現在又要搞別人? 我管他, 他要玩 現在我會有人補我怕什麼? 我是高級調查主任何惠烈 這位是調查主任陶世英 我們會錄得以下的談話內容 劉先生, 你可以開始 何先生… 這次我來, 是他舉報一中 立法會選舉的舞弊案 早前我收到消息 駿鏗集團主席何駿鏗 因為不滿意業權 所以要賄賂商界的人 不惜一起將業權拉落馬 你的消息來源可不可靠? 可靠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的消息來源? 對不起 我們做記者要保護消息來源 不可以透露 梁先生, 如果沒有實際資料 我們很難害怕做事 梁花先生 這個截圖是何駿鏗的助手Jason 剛才會被利益商界選民洪桂民的截圖 如果你可以改變初衷, 不再故事 何先生一定很開心 你以後都不用擔心你女兒的學業 這段截圖你怎麼得來的? 我在研究的時候, 我同學發給我 但就這樣看以上這段截圖 只是看到Jason對洪桂民有所暗示 但就看不到裡面有什麼實質的證據 證明他有行歸的成分 對, 同時選舉結果還沒出 很難證明何駿鏗操控選舉 兩位, 老師 他暗示真的會做事 到時候ICAC就可以查, 是不是? 但要等選舉結果出現了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調查的方向 是, 劉先生, 我們內部會開始進行調查 有需要的話會再聯絡你 謝謝你今天提供的資料 不用客氣, 這些有錢人 我們不用怕他們, 一定要全拘捕他們 放心吧, 我們ICAC一定會秉公辦理 有人犯法, 我們一定會做事 梁Sir, 剛剛有個市民來舉報 說懷疑未來的立法會會出現舞弊 選舉舞弊? 還有一個月就是投票日 案件是怎樣的? 主要是關於立法會商界這個功能組別 他懷疑有人意圖操控賽果 令其中一個候選人, 葉權落馬 兩個候選人當中葉權的呼聲是最高的 有具體資料? 有, 有一張電話訊息截圖 梁大正暗示會選 不過單憑這張截圖 根本就不夠了 所以我懷疑他是利用我們去做事 也有這種可能 不過既然有人投訴 又有初步的資料, 我們也要做事 對了, 梁Sir 還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說 你說? 那你也知道 葉權的競爭對手在高少江 那我跟他的關係, 我是不是應該避嫌? 不需要 你以為我申報了就沒問題了 我相信你的專業 謝謝, Sir 我上班了 你吃不吃?我做了你的份 好, 謝謝 謝謝 你好說嗎? 對, 有點說 你今天不用上班嗎? 今天約了陪媽媽 是嗎? 對, 媽媽說很久沒見過你了 不如你今晚下班回去吃生飯吧 今天不行, 收好東西 下次再吃吧 沒所謂 我上班了, 下班了, 再見 不好意思 小心, 要你等 不要緊 怎麼了? 我幫你偷吃不抹 對 這裡嗎? 這裡嗎? 這裡… 謝謝… 走吧 我們查過保安人劉俊提供的對話截圖 裡面發現有何俊亨的助手 有歐夷神的名字和電話 我們有理由相信 歐夷神曾經多次接觸這三名選民 洪桂文, 伯耀祥和南偉明 並透過一些暗示性的說話 而進行賄賂 洪桂文經營服裝生意 已婚, 有一個女兒 她的女兒剛今年入了美國史萊福大學 史萊福?很難入的 要不是什麼達官貴人 根本沒可能入到 問題就是這裡 知道了, 我特意翻查過 史萊福大學今年的修身記錄 發現洪桂文女兒的入學資料裡 她夾了一份推薦信 而這份推薦信的寫信人就是何俊亨 那就是說 其實她的女兒是靠何俊亨的關係 才能入去 你可以這樣理解 何俊亨是美國史萊福大學80年的畢業生 她每一年都會捐錢給這間學校 她就是憑著跟這間學校的關係 替洪桂文女兒入學 藉此賄賂洪桂文投票給高小角 那另外兩個和O Jason有聯絡的選民 藍毅明和白耀祥呢? 藍毅明做電器生意的 二婚有一嬌一女 跟過去的了, 最近生活沒什麼特別 也沒有跟Jason和何俊亨會面 那她的銀行出入帳紀錄呢? 銀行沒有什麼可以的打出入帳紀錄 也沒有看她收到什麼命運 至於白耀祥, 他是做建材生意的 他二婚有兩個女兒 銀行沒有什麼可疑資金 生意都沒有不妥 暫時還沒找到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可能是有些事情我們還沒看到 大家繼續盯緊他們 其實我有個問題 以何俊亨的身分地位 有沒有消負這麼大的險 去操控選舉結果呢? 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商界功能界別 就是高兆江和葉權之爭 葉權已經連任了兩屆 隱密光, 很多人支持 反過來高兆江是第一次參選 所以勢比較弱 葉權是鄉市派出身 雖然很多人跟他同聲同氣 但是因為之前得到何俊亨的加持 所以很多人給何俊, 投票給他 既然何俊亨這麼大的影響力 他不想誰連任的 你直接叫人不要投票給他就行了 如果他開口這麼說 一樣有控制蔡國的嫌疑 他們為了救票, 所以今天暗風工作了 那也對 現在所有事情都是我們的選擇 大家再盯緊一點 你盡快精神我們的想法 是, Sir… 何先生, 經理法公之後 葉權真的沒有運行 想連任, 我想一想凍個水 這個結果是他自己拿來的 對了, 高兆江那邊盡力幫他 知道, 是不是要他當選的話 親密他玩嗎? 做得了, 不過是不是自己人呢? 暫時我也不太清楚, 你怎麼看? 我之前也有點憂慮 但現在可能會有變數 什麼意思? 他兒子的案子最近來到了律師樓 又可以幫他打 如果打贏的, 高兆江 當然會當我是因人 因為因案子 我知道他兒子很多吵架的事 而這些吵架的事是高兆江不想讓人知道 我不擔心你的能力 不過打官司不是百分百的 我本身對這個官司很有信心 但是既然何先生你有憂慮的話 我再想一想 這宗官司有一個關鍵人物叫劉俊 也是你的眼中釘 按你的專業辦事 我只是不想聽到成業的聲音吵架 弄得我耳朵都不清靜 打招呼也打招呼 現在是關鍵的時刻 一切順利 我們明天加餘幾百億的大計劃 就會順利落實 放心吧, 何先生你這麼勞心勞力 我們其他人一定全力配合 我沒事的 我只是希望人人有屋主 我每天有球打, 大家都好日子過 好 其實我們可以幫你去取藥 我不用了, 醫生跟我說想見一見我 他說要覆診, 看看我身邊去取藥 明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兩位 一會兒我既然醫生想去一個地方 你現在不可以去其他地方了 這個人在幫我調查一些東西 對我調查的東西很重要 我一定要見他 況且有你們兩位在, 我不會有事吧 是嗎 我慢慢上頭 是不是這裡 是, 這裡是我跟同行的私鬥 很穩固 你在這裡看著, 我跟他進去 是, Sir 好, 走 Simon 駱先生, 今天下午了 駱先生 阿佬… 小先生, 打電話來 大日未到, 先坐吧 好, 麻煩你 凍駕駛, 剛剛好 謝謝Vivine 這位先生 喝水就行了 謝謝你 水, 先坐吧 好 好 一對靚頭燈, 加一條靚信 咖啡道, 三姐 好, 收藥, 加點點美 太熱了 謝謝 熱血了… 又有空了 不用做嗎 我的樣子像這麼短命嗎 長命功夫當然是長命做的 好嗎… 好嗎 漂亮, 漂亮, 但不要配合你 好嗎 你打算換車嗎 我這樣不是 其實也想的 不過要馬匯幫忙才行 你不是換車, 你看你幹什麼 他經常在網上看女兒 又不見他找到女兒, 是不是嗎? 飛機仔 人要有目標才有動力 知道嗎? 好 喂, 喂, Sir 頭, 博士跟Money姐那邊 什麼情況? 大哥 跟劉俊回到安全屋嗎? 博士剛打過回來 就說跟劉俊要出去拿資料 約了那個… 反正也是記者, 那個小人勇 上次衛著的東西 就跟他一起去探劉俊那個 他? 生姐幫我檢查這個小人勇的背景 收到 好嗎?大哥 希望沒有 你又看車嗎? 看看而已 看才好, 你好像才換車而已 是呀… 不過我的車, 外型沒有你那麼盡量 速度也沒有你那麼快, 真的 總之你不要浪費錢 沒有錢就浪費了 Sir, 查到了 好, 他報館說少仁勇 今早早去了澳門做訪問 神棟, 馬上打給博士 叫他們小心點, 教練 媽媽, 來了嗎? 順便幫我弄點熱水,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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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這麼好, 過來幫忙吧 對, 早點完就早點來了 怎麼回事?哲堅哥 老闆, 剛才為何不聽神通電話 他只是去了廁所, 怎麼了 有什麼事? 有古怪, 我們查過報館 他們說少仁勇今天去了澳門做採訪 我們現在來了, 撿衣服 收到 走了… 怎麼了?少仁勇也沒來 他去了澳門, 他不會來的 走開馬, 我們就在這裡見 別管了, 什麼事? 二姐 我撐住, 你跟他去後門走 是, Sir 你們有什麼事? 喝咖啡, 什麼事? 我告訴你們, 別亂來 警察 你們警察怎麼亂來? 警察也會喝咖啡的 Sir, 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你問這個Sir吧 認識嗎? 認識的, 是熟客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喜歡 的 不會也 我覺得 Ibri ya 一定會哭 誰是 什麼事? 不好意思, 我看不到你 看不到你 我看不到你, 你對不起 我牽일他 要幫你攪拌車 我 siitä幫你攪拌車 先生… 骑车 对不起 你怎么回事 走 警察, 別動 走 警察, 這次而已, 對不起, 警察 警察, 等等 是 老頭, 我們到了安全路了 你放心 怎麼樣?你沒事吧? 沒事, 謝謝, 幸好有你們 幸好有你們 但你臉色很一般 我想我吃點東西就沒事了 麻煩你 我倒杯水 剛才襲擊你那個人 是否上次你在病房見到那個人 好像是 麻煩你了 你找少人用裸料, 還沒其他人知道 這件事我沒跟別人說過 應該沒人知道 不好意思, 我去洗手間 你行嗎?我心多一步,你過去嗎 不用了,有空, 謝謝 對了, 博士 老頭那邊有甚麼資料 還沒有 山姊和神童 還在附近店舖的閉路 起碼有發現 謝謝 只可以去洗手間這麼久 劉俊, 你沒事吧 停下我… 劉俊, 開門 停下我 開門 劉俊 醒醒 醒… 阿棠 怎麼會這樣? 他整天說去洗手間 誰知道很久沒出來 他看一看的廁所 就看到有水流出來了 然後我們馬上衝進去 這樣他就出事了 他的頭掛在洗手間上 我們扶他下來的時候 已經馬上送他進來 醫生, 病人怎麼樣? 我們盡力了, 可惜救不了 怎麼會這樣? 我們查了病人的病歷 發現了甲狀腺的問題 而且有藥物敏感 我們懷疑他生前 放了大量的過敏藥物 導致器官收縮呼吸不到 只要還有一個原因 要等到病例發現結果 沒有 有沒有更新資料? 大哥, 拿到了 殺手追殺劉俊的片段 過來看看 停 回去的清潔工廠都留在畫面 逐球 原來那包藥被人調換了 難怪會出事了 看來你的清潔工 應該跟殺手和老婆 明明是一個角落 他們知道劉俊要長期吃藥 所以用少人擁抱手機 發訊息, 引他去那間咖啡店 這些人的部署真的挺精密 一心要下他的命 雖然殺手戴上帽子和口罩 好, 博士 你去聯絡科技組的同事 有沒有辦法檢查到誰 是, Sir 不妨礙, 走吧 我在咖啡店追出來的時候 混亂之間 我看見殺手的口罩好像脫掉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他的樣子? 那我又看不見 文律師在廚房出來的時候 看到他的樣子的 咖啡店而已, 你下次說話說重點 A眼不對, B眼呢? 又不對, 那這對呢? 我真的不知道 文律師, 你看見過他 不要, 就算說時間短 起碼也認不出雙眼 太快了, 我只看見他一眼 我其實不太肯定 不要緊 電光火石之間 認不出那麼奇怪 而且你當時應該很害怕 先冷靜一下 對不起 不要緊 不要緊, 謝謝你和我們警方合作 我也是盡市民意務 那葦Sir, 我就走了嗎? 謝謝你和我們警方合作, 可以走了 你…你是不是扭傷了? 要不要載你回去? 那是… 只是順路而已, 你也做過我司機 大哥, 那不如我載我回去吧 要不要請你吃飯嗎? 也好 你是不是吃飯了? 我還沒 那就一起吧 快走吧 寶負我去文律師 要拿一張推你出去嗎? 很遠, 去到停車場 對不起, 我先去洗手間 你自己在家嗎? 可以… 想甚麼? 謝謝 謝謝 你這個樣子很壞 比他壞還要在演戲 扭到腳很痛, 扭一扭一扭 現在是否自己去廁所走得多快 喂? 好… 大哥, 原來我約了別人喝東西 忘了, 我不吃了 你不是吧?走不走 我給你一個機會, 看清楚他吧 我甚麼 你試試我走了, 只剩下你倆 他會怎樣對你 走吧…別胡亂說 再見… 再見 慢慢… 謝謝 謝謝 李Sir呢 突然說我有事離開 看來他真的很害怕跟我吃飯 不是 對, 經常都是武尾飛駝 不過最近就… 對, 別管他了 來, 慢著 謝謝 不過說真的, 就算是害怕 還是我害怕你們比你們害怕我 謝謝 每次撞傷你們都沒好事 你看我的腳, 現在像豬蹄 對不起 對, 不過那句話你沒聽說 若要身體好, 遠離重案組 看看…有德國豬手, 異形保刑 適合你 這麼保? 怎麼樣?腳還好痛嗎? 不是, 只是一點點 不要了, 你給我車試學 我去拿車回來接你 不用了, 幾步而已 隔離街, 你這樣隔一隔, 隔到什麼時候 是嗎? 那即是嫌我慢, 那我就回事了 我怕…我怕你待會又傷傷 到時候手尾搶了 要不就這樣, 你借個肩膀給我 來, 是什麼?來, 搶吧 我來吧 來 好 這次真的謝謝你幫忙 你說了很多次謝謝 你之前是公事 這次我自己衷心謝謝你 你跟我也要公司分明, 對 女兒, 怎麼這麼晚還來呢? 我答應我幫你結帳嘛 不用急嗎? 韋Sir 好, 我信到車要回來 為何你在這裡 知道你弄傷了就來看看你 這麼有我心? 人家撐了你很久了 怎麼樣?沒事吧? 小小扭傷而已 幸好有人借肩膀給我用 有時間嗎?聊兩句吧 好 那你們慢慢聊 先坐一下吧, 還到處走 要放起腳, 慢慢… 怎麼樣? 想跟你談談有沒有機會合作? 我手上有些資料 可能對你正在查的有幫助 過來看看 我相信你也聽過 劉俊想過來我們舉報 說懷疑有人在今屆立法會選舉 操控賽果 你這麼說就是劉俊的死 跟這件事有關嗎? 不一定 不過我覺得也有這種可能性 你會主動給我一些資料 不像你作風嗎? 我是有私心的 因為你在查的東西 對於我的案件都有幫助 我想知道本來你們一直在保護劉俊 為什麼會突然放他出來? 因為劉俊要求要見一個行家叫小韻勇 他有些資料給他 所以我們的同事就派他去 結果小韻勇根本就不在香港 那就是說 有人在全心設局想殺他? 有的話我罵他 你覺得殺人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之前在查一宗謀殺案 而劉俊是關鍵的情人 如果他死了 我們就不夠證據那個高梁 那就是說高梁的案件 是跟這個殺手集團有關的 以現在資料顯示的 這個是合理的推論 高兆江是正當商人 他有頭有臉 如果是關乎親情的話 不排除他有犯法說了 不會, 高兆江絕對不是這種人 為什麼這麼說? 我覺得以劉俊報道新聞的作風 他經常都會得罪人 所以我覺得 應該還有其他可能性 不排除這個可能 但我絕對覺得高家很有可疑 其實我不認同 不過我尊重你的態法 既然如此, 該有個差 好的 你又出門了嗎? 就是因為你 我回來的時候 你應該放火盆在門口 讓我抱過去 你忘記了 現在那些朋友說要幫我出去 除衰氣 朋友, 那些女兒是吧? 告訴你, 這個時候 你如果亂傳出那些緋聞 你一定會死的 爸爸, 如果我被人拍到 我和一條女兒在一起 那些叫緋聞 但如果我和很多女兒在一起被人拍到 那些叫做好親民, 你要不要學? 還有, 爸爸 有你在, 什麼都不怕 什麼意思? 你還要假裝嗎? 假裝假裝那些 在兒子背後默默奸魂的好爸爸 要不然你 那個劉俊怎麼會突然監見? 你又胡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 你爸爸是這個人嗎? 是…我爸爸不是這個人 我爸爸只是一個好爸爸 我最喜歡你了 你記住, 真的不要亂說話 知道了, 我最不喜歡說話 臭小子 臭小子, 你有很多心事 放心吧, 你這個兒子的案子 以我的經驗, 我們贏面很大 你留住這件事, 實情是怎樣的 賀先生真的很欣賞你 他跟我說, 如果你當選的話 對他的社會會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他吩咐我, 一定要幫你當選 他也知道你很疼兒子 所以也吩咐我 要你全心全意去參選 不要讓任何事情影響到你 但是也不用… 賀先生這麼欣賞你 你千萬不要令他失望 劉俊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也不關你的兒子的事 劉俊的死 劉俊是意外和不幸 過去的事, 別想太多 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收拾心情 全心全意 準備應付過幾天的選舉 用最佳的狀態參選 我們現在是自己人 劉俊, 你拍到河先生這個碼頭 你任公司一定可以衝出國際 我保證 遲些福布師父學榜 一定會有你的名字 謝謝你 不用客氣, 最重要是你適合的 很成功, 導演也稱讚我 多虧你的私人珍藏 恭喜你 記得將來上台獎要感謝我 好 如果你不怕高調的話 反應快了 只是開玩笑而已 我也是開玩笑而已 對了, 和SY怎樣 還是這樣 那不是辦法 有甚麼就大家拿出來說清楚 不要經常自己亂想才行 上次我聽完你說之後 我也以為自己想多了 但是這次我真的知道他外面有個女人 我還知道他的名字 不是吧 真的, 他每晚晚晚晚才回來 我問他去哪裡, 跟誰 他說, 我不認識的 還讓我看到他偷偷回訊息 那個女人叫Fiona Fiona? 你認識他? 你誤會了 他是我們隊伍的新豬 他們只是談公事而已 不會有問題的 沒問題就會一早溜溜溜見面 是甚麼時候的事? 五號那天 他那天吃完早餐就趕著下樓 之後連電話也關掉 沒有回過家 你真的誤會了 那天我們正在工作 真的? 是, 報告也有寫的 你不要再亂想, 好嗎? 兩個人相處, 最重要是坦誠 你甚麼都藏起來 會影響夫妻感情 其實我也想攤開你說 但是他也不跟我說 我不知道他在想甚麼 SY這個人一向都是這樣 表面好像甚麼都不管 外冷內熱 實際他很著緊 他絕對是一個親老婆的人 他以前也真的, 不過現在不同了 他沒變過, 可能是工作上有點壓力 你這個這麼好的老闆會有甚麼壓力 就是因為我他才有壓力 為什麼? SY一向都是我們隊伍的訊號 所以他就打算自己會很快升 誰知道到頭來, 勝的那個是我 他一直堅持堅持 一直想找機會表現自己 希望和我平起平坐 可以靜於自己的能力 有這種事? 他真的從來不會跟我說過 他自尊心這麼強, 當然不會跟你說 別說了, 你做老婆的唯一可以做 就是做他背後的女人, 支持他 放心吧, 很快對他成功了 明白, 謝謝 客氣了, 你和他都是我的好朋友 說起相容, 擇手, 絕不放手 一世間難處理, 沉淪絕地 本演張挑選新句, 期待成極為 幸福的一對 誰允許 說起相容, 我探情 從未忘, 鑽絕與純粹 本演相由者福起, 曾你驚喜 是我不改, 常仰悔 沒說出多, 願可跟你 扮演出多, 為何不改, 常仰悔 我一生 扮演出多, 常仰悔 我一生 喊 喊 喊 即使才也能熱門 難避免相永遠的擱淺 想又留戀對嗎 若能亂多一次 不會要自尊洩氣 即使也能熱門